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我见识到了升级版的味道 这一大锅 这一大锅的人吃的 这个烹饪真是超出了我想象力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约两吨钟的小汽车行驶在冰封的湖面上 会带给人怎样的冬日体验 我们现在驾着车在冰面上回池 寒冬里冰面寻找 我看见了 看见了 冬日里鱼蟹满仓 看 多大 放大鱼螃蟹在一边凉快 郝安达居然用这个招待我 有时候为了吃这个菜和一百多斤米 安达拥有一千八百多平方千米的辽阔草原 因哺育了文明侠儿的黑白花奶牛 而成为全国著名的奶牛之香和肉牛基地 只是现在这里是这样的 那我们还能吃到什么 今天的调查即将展开 在安达 我的好安达们 会用什么样的家乡好味道 来招呼我们这些安达 我是味道调查员胡涵 大冬天的猪肉冷不冷 不冷 都是人常惯了 同时我也是一名西餐厨师 集市往往是了解一个城市美食最好的地方 既然来到东北 当地的走势是一定要惯的 谢谢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黑龙江省隋化市的安达市 安达这个名字在盟域里的意思 是好朋友好兄弟的意思 您看我身后这片热闹的景象 好像是在欢迎我似的 我们这些厨师最喜欢到这种地方来逛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才能找到 安达人记忆中的味道 大姐呀 您这卖的是什么呀 甜豆花 甜豆花 在冬季推开东北人的家门 屋里的热闹气氛 总会一扫身上的寒气 老一门让老头最堂气 据说主人家会用一口大锅 同时烹制出所有美食 让客人在热乎乎的炕上吃饱喝足 这种接地气的做法 被当地人称为一锅出 听说在安达 一锅出跟东北其他地方的做法都不一样 为了见识这种不一样的美味 我来到了安达市中本镇的邵建辉大姐家 看看她会用怎样的一锅出来招待我 大姨啊 邵大姐在吗 在 在你 邵大姐 哎呀 冻坏了 大姐您这是做什么呀 我这是桃米 这桃的是 黄米 做年度包用的 来我帮您拿一下 好 你试试 我看挺沉的 这水这么浑 这是泡了几天了 泡五天了 泡五天 对 那打成那个面团之后 还需要再醒发一下吗 需要啊 打完面 然后那个和 和完了之后 跟那个炕上发 要醒发 跟炕上发 对 跟那个炕上 它醒发是因为要让那个面更均匀吗 还是 什么作用的 而是让它有那种发酵的味道 要有那种酵香味 对对对 好嘞 邵建辉大姐告诉我 她家的一锅出 黏豆包是不可或缺的 想要吃到最正宗的安达一锅出 得先把黏豆包包好备用 黏豆包是一种源于满足的 豆沙包类食物 它的热量高 消化慢 有利于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 长时间地进行户外活动 所以 黏豆包就成了东北农家冬季的常备食物 不过在安达 从皮到馅 制作黏豆包都有不一样的秘诀 黄米与玉米一同浸泡 经过发酵 才能活出年度适中的面团 邵建辉大姐说 玉米粘性小 黄米粘性大 两者适当混合 在蒸制时不仅容易成型 还能够提升黏豆包皮的口感 馅料的主角不是红小豆 而是红云豆 安达人用一夜的浸泡 唤醒豆瞑的甜与面 用持续的高温破坏子粒中的毒蛋白 用小火控制水分 调整馅料的干湿度 用新煮熟的红云豆 被倒成泥厚 再加入白砂糖 香飘四溢 回味悠长 热炕发面快速食用 豆馅冰冻方便成型 十几天的前续工作完成之后 四里八乡的大姨 大婶 汇聚于此一展身手 看来我心里念着的一锅出 要等到包完粘豆包才能吃上了 大姨包得真快啊 这么一会儿就满了 大姨包都包都专业 专业包都包都高手 但等于现在这个面直接可以吃吗 是不是还是得蒸 蒸一下 但是馅是熟的 对馅是熟的 馅可以愣着就吃 你尝尝 跟糖一样 跟糖一样 对啊 对啊 是因为这面是软的 你要再放软馅 它包起来 它就不硬了 然后把那些馅儿 动好了之后 转起来很就这样 它怎么团 它不变形 这豆馅的话 你说的豆包硬 豆包硬 对 我东北话越学越好了 你看咱在这儿包豆包 你看我那摄像老师 都咽口水了 馋了吧 我先不告诉你们 我那个豆包在哪儿 就在外边大缸里 平均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 让东北的冬天 几乎无所不动 蒸熟的年豆包也必须接受寒冬的洗礼 据说年豆包最初是当地人供奉祖先的祭品 后来逐渐演化成出门打猎的粮食 由于年豆包易于储藏 热量高 相传努尔哈赤把年豆包作为冬日带兵打仗时的首要军粮 直到今天当地很多人把年豆包细称为原始压缩饼干 年豆包也叫年豆包 年豆包中的年字一语双关 既指味道的年糯也指过年时的美食 东北的冬天 邻里亲友炕头为座相聚一堂 包裹的不仅是新春的美食 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暖意 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 年豆包是冬日里奢侈的甜点 虽然它早已被动得咬不动 但它却是孩子们整个冬日里的惦记 我看就在这里呗 就在这里呗 看 石头籽似的 这样就可以吃 一咬一个牙印吧 那是 你看这一咬一个牙印 得一点一点往下刻 皮刻下去才能看见像 皮里边带着这个黄米和这个玉米的这个口感 它就实际咀嚼 可是你越嚼吧 它越有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 冰冻的面皮入口化渣 豆馅裹带着冰茶 甜糯中多了一丝冰爽 这儿童小食品的感觉让人上瘾 也难怪安大人一直到现在 还乐死不疲地偷着棉豆包 棉豆包已经包好备用了 但少大姐要用来招待我的一锅葱 才刚刚开始做 把油炒出来 哦 炒香了 对 来 我来 来 试试 来 看我们东北的饭给我怎么样 我发现你们这东北人做菜跟做人一样 都直接放块 对 东北话是不是叫碰块的 对 对 对 那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鹅饲养季节是5到11月份 一年只出一窝 因为生长期长 所以鹅肉更筋到好吃 鹅厨在5月的时候孵化 经过6个月生长 鹅便进入成熟期 元旦前后便是人们吃鹅肉的最佳时机 在进步的冬季 暖胃又暖身的炖大鹅 是安达人招待贵客的首选 大鹅拌熟 香味四溢 水气蒸腾 接下来的这操作 我熟贴饼子 不对 赵大姐让我拿来了一盆 薯类与青菜 看来他家的一锅出还真不一样 等于你是用这个大鹅的这个汁 去蒸这些其他的食材 对吧 对 盘 盘里的 看这里头有茄子 有南瓜 土豆 土豆最好吃贴在锅边 虽然是一锅出 安达人也努力追求着口感层次 土豆被立着摆放在锅边 充分接受铁锅 传递给他的热量 编熟过程中 逼出焦香与外皮的焦脆 第二层是土豆茄子 鸡蛋焖子 土豆茄子的鸡蛋焖子 它们是绝配 直接把这盆磕这里 这个给它倒这里 倒里的 对 鸡蛋焖子是东北农家饭桌上的常客 它能当菜吃 也可作为酱料 为其他食材带去咸鲜 鸡蛋 青椒 大葱 拌入东北人情有毒中的大酱 利用炖大鹅的蒸汽 蒸上十几分钟便可成菜 手掰茄子 勺崩土豆 让植物纤维自然分离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植物细胞的破坏 让蔬菜保持口感 更易入味 茄子土豆被一股脑袋倒进盆里 与鸡蛋焖子抓上一抓 这东北式的快餐 可以瞬间让每个北方汉子 找到家的温暖 还有一层 这第二层已经很漂亮了 这层搁什么呀 这是玉米饼 冻结实了一样 对 这一大锅 这一大家的人吃了 来吧 里层的硬货 释放了鲜香的美味 把一锅汤汁变得浓郁 汤汁的水蒸汽从下而上 给第二层的蔬菜带来了温度和浓香 第三层的主食在蒸汽面前迅速搅卸 恢复成速冻前的软糯香甜 我在耐心地等待着一锅出 而此刻的心情就像这粘豆包 从屋外的天寒地冻 逐渐被蒸汽的温度融化至滚烫 蓝宋诗人陆游曾写道 莫笑农家 辣酒浑 丰年留客 足鸡豚 这两句诗歌 借用来形容热情好客的安达人 再合适不过了 这么寒冷的天 坐得这么暖和的炕上 能吃这么一顿丰盛的菜 真是幸福的享受 来吧 咱们冻筷子吧 来个大银吧 都吃都冻筷子 谁管里没东西 在安达 一锅出既是历史 也是时尚 满族祖先造就了一锅出 也把一种口味固定给了这里的人们 在搭配允许的情况下 想放什么放什么 北方人的直爽 让锅里炖的食材 野蛮地翻新着花样 一锅出果带着原始满族感 霸道地成为安达人 招待朋友的时尚首选 不吃炖菜不算到过东北 在安达 如果朋友带您去吃一锅出 他肯定把您当作他的好安达 故乡的美食 是令人沉醉的旧人时光 是远行路上的乡头行囊 2019年 味道开年首宴 带您一口回家乡 安达地处黑龙江省西南部 松嫩平原的腹地 在35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坐拥23座大小不一的湖泊 安达人亲切地称这些湖为泡子 在泡子灌溉下的黑土地 养育了安达人 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更丰富的味道 我现在是在安达市的王花湖 这里的夏天的时候是毕波万寝 一到冬天那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我们现在驾着车在冰面上飞驰 去找一种当地人说的 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最鲜美的食材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看吧 江大哥 还有多远 差不多到了吧 驾车载着我在湖面上穿行的大哥 叫江德宾 他是安达市卧里同镇 王花湖的一位老渔民 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 江大哥说 今天要为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安达 准备一种王花湖里最鲜美 最珍贵的食材 而这种美味 只有在捕获了足够多的鱼后 才能揭晓 好食材对厨师永远存在巨大的诱惑 而作为厨师的我 想找到他的心情 越发急切起来 这么大一湖面 周边住着这么多人 我哪有很多水面 这个地方叫王花湖 它占地是三万五千亩 这么大呢 在王花湖的周边 住着70多户渔民 他们跟江大哥一样靠水是水 这不江大哥喊上了捕鱼技术 最为纯熟的几位老伙计 可是这偌大的王花湖 早已铺上了厚厚的冰层 想要捕鱼 我们该从何处下手呢 看我看这底下 这个堵里头旁有鱼 看真亮的 旁有顶一层 我咋没看见呢 一层一会咱们把它抠出来 我看见了看见了 还挺大的呢 看这水多干净了 这冰洞这么厚都能看见 眼看这冰面下的河蟹 近在之时 可渔民兄弟们 要怎么把它们 变成自己的战利品呢 王花湖属湖沼区域 这里芦苇茂密 不是以大王捕鱼 因此在湖面还没风动时 渔民兄弟们 就已经在水里 放置了迷魂镇 镇中再投放大鱼 小鱼爱吃的饵料 静带鱼而自投罗网 江大哥说 冬季打鱼 其实就是凿开冰面 取出鱼笼 但是这一笼 到底能收多少鱼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鱼民 也不能确定啊 冬天补鱼的一种方法 我试两下呗 师傅 砸就行是吧 还挺沉的 还挺沉的 这也挺不容易的 这个啊 这底下这鱼已经透了 碎冰已经到冰面下边了 您看这冰其实没多厚 这冰没多厚啊 这个鱼是自然生长的 刮完一秒二就不管了 长大了以后它从来不畏 终于到了起鱼的时候 这一个底大了来鱼 这个大了把筐子坏了 看 多大 汤多少的 纵石斤的 这个鱼是最好吃的 老人想要吃了骨蛋 这个挺大 这个是黑鱼 鱼棉吃生鱼都是它 在东北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河流湖泊众多 每年的十二月到四年的二月 都是东北的黄金时期 东北的历史由来已久 据史料记载 辽代从圣宗皇帝开始 一直到辽代末年的天作皇帝 每年都有东北的记载 每到冬天 东北开始 就意味着春节将至 此时 从安达的王花湖 到牡丹江的静坡湖 再到吉林的茶干湖 到处洋溢着 新春时节的热闹与喧嚣 在过去 东北是吉韩地区的人们 为了填饱肚子 维持生活的必备记忆 而今天 它更多地作为一种文化活动 与崭新的年俗 彰显着先人们的生存智慧 传承着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 这只庞蟹羊 这都一两多大 八月份以后 可以长到四两半斤 这个庞蟹长的是最大的 不 İzmir 现在要跳到这里 咱们打鱼 打鱼 打鱼 呀 prosecutor说 現在她要OK 再ısıt 有些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诗经》《小雅六月》中曾记载 周宣王五年大将印吉府的四页 逃避快礼的情景 而快礼就是生理鱼片 在南方 鱼生鱼快虽吃法各异 但不变的是爽滑鲜甜的追求 当然 在安达人的手中 鱼生料理也离不开黑土地人的直爽 黑鱼肉与鱼皮切丝 经过熟辣椒油的洗礼 加入葱丝 姜丝 白醋调味 黑鱼与土豆丝换出东北大拉皮的感觉 尝过鲜之后 我们的重量级嘉宾即将登场 这就咱们刚才打的鱼 三十多斤 哎呀 你看 真肥呀 好多肉 肉特别厚 而且还这么大个 它为什么这么肥呢 这个鱼 这个鱼跃动之前 大量朴实 准备跃动 所以这时候鱼是最肥的 那我看这鱼比这锅大呀 怎么弄啊 切两半 切两半是不是 好嘞 我拿刀去啊 眼前这条在铁锅里 无法放下的胖头鱼 又叫雍鱼 它的体重接近二十公斤 在水质优良的江河湖泊中 很多成年雍鱼的体重 可以超过十公斤 姜大哥说 如此肥美的大鱼 不需要过度烹调 切成两半 经过简单的调味 扔进大锅里炖上就行 但这么大的鱼 至少要炖上一个多小时 才能骨酥肉烂 充分入味 这么豪气的一条大鱼 难道还不是招待 好安达的最先食材 江德宾大哥说 还有更绝的 只见他拿出了一盘鱼杂 他说 这就是用来招待远方安达 最珍贵的大菜 怎么 这忙了一天 各种胡鱼 看得我眼花缭乱 反倒这鱼下水 成了最珍贵的食材 原来这一盘鱼杂 是江大哥 从今天捕获的多条鱼身上 收集而来的 这个菜就是在这个时间 才能吃 因为夏天鱼吃水的时候 鱼肠子是不能吃的 因为它太脏 在东北进入冬季 水面风冻后 胡鱼的新陈代谢开始降低 身体进入半休眠状态 很少活动 也很少进食 因此 冬季是鱼肠最干净的时候 也是一年中 吃鱼杂最好的时节 这么多的鱼杂 得多少鱼啊 有时候为了吃这个菜 喝一百多斤鱼 鱼有的是 看上很简单 但吃起来其实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只能到了这个季节 还得在这种地方 湖边上 还得有这么多鱼 得在这么多条件下的 我们才能吃到一锅 这么好吃的鱼杂 这个一会儿我一定要尝尝 鱼白鲜美 鱼肚爽滑 鱼肠脆弹 一盘珍贵的鱼杂 在安达人的手中 还是逃不掉一个炖子 有了好食材的姜大哥 烹饪起来就是任性 葱姜蒜呛锅 加入八角和干辣椒冰箱 鱼杂焯水加水炖煮 一道烧鱼杂 干脆利落地出了锅 白鲜 鱼熟了 好嘞 您给我捞一块 我尝尝啊 好 一点那个鱼腥味都没有 我跟您说 这个眼睛其实比鼻子馋 这鼻子比嘴馋 为什么您看 一开盖 先看见这一大锅的 这个特别诱人的颜色 然后贴近了之后 才能闻到这个鼻子 鼻子闻到这个香味 最后才能到嘴里 吃到这个美味 我现在这感觉啊 就像是这冰天雪地里啊 你躺在一锅这个鱼汤里头泡温泉 整个人沐浴在这种咸鲜的这种味道里 真的太棒了 江大哥与王花湖相伴了大半辈子 他深谙湖边的生存法则 一年四季里 他都能敏锐地找出最鲜美的食材 并用自己独特的厨艺 招待前来拜访的朋友 而我正是这个冬季里 体会到王花湖里口福的远方安达 尝过了安达人冬季最鲜的胡鱼大餐 我听说 这片土地给美食提供的舞台可不仅于此 安达素有牛城之称 地处黑龙江省西南部松嫩平原腹地 隔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为优质的羊草提供了生长条件 羊草被称为家畜的西粮 为此安达成为了全国奶牛重点生产基地之一 早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 前苏联专家先后到安达元建 由于对家乡味道的思念 他们在这里做起了奶酪 也正是源于此 俄罗斯传统的家庭式奶酪 便在安达流传下来 大大丰富了安达人的味道 但是这大冬天 看着一片枯黄的草地 我还能顺利吃到与牛奶有关的美食吗 我叫于公顺 与奶酪打交道已经近40年了 我特别希望找到一位大厨 帮着我琢磨琢磨 把奶酪能做成中国的菜肴 现在于师傅一直在琢磨 奶酪怎样与中国菜肴相结合 我想我应该能帮得上忙 哎呀 余师傅 出来了 你好小伙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幸福了 哎呀 真这么丰盛啊 给您准备了各种各样奶酪 对 当时您品当香 来 请坐 您坐坐 能吃着吧 嗯 其实我在家还挺喜欢吃奶酪 特别黏密 酸滑 而且这个 有点这个韧性 这个奶酪的味道还挺不足 那这么大一块 这个奶酪得用多少块 这些奶酪的原料 这些大的奶酪 大约得用到一百公斤 一百公斤牛奶奶 才做这一块 那我刚才吃了一小块 相当于一大杯牛奶 哦 是的 谁说到点子上了 我这个奶酪 确实和别人不一样 家伙莫生中 选用牛身上的一个器官 牛身上的一个器官 哎呀 又是牛奶啊 哎呀 不是 那已经是牛奶 我告诉你 奶酪也叫干酪芝士 是一种发酵奶制品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食品之一 阿拉伯人与欧洲各国 都有关于奶酪的传说 在我国 在很早以前 人们就已经食用奶酪 并把它称为蹄湖 茶盛露语形容好茶 也曾说与蹄湖干度抗衡 由此可见 在中国古人眼中 奶酪是无上美味 鲜奶 好 放这儿 那现在您应该告诉我 是用牛的哪个部分来做这个奶酪 这是不是就我们在北京吃肠肉 经常用的那个 对 就用这个的 这是小牛的第四个胃 第四个胃 对 所谓叫皱胃 皱胃 它这个有它的特殊功能 就是必须是牛的第四个胃 才能完成这个作用 现在咱们先把它切碎 过去农家做奶酪 都是采用这个 这切得很碎 对 很碎 便于它的萃取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容器里 这个一个胃 大约我们需要用 1000到1200毫升的水 把它浸泡起来 然后我们再放上10%的 盐 这个完成这一个浸泡的周期 大约是半个月 我们都知道牛有四个胃 分别是牛胃 平常生活中被称为草肚 网胃也叫金钱肚 而半胃就是吃火锅时 尝涮的毛肚了 第四个胃叫皱胃 制作俄罗斯传统家庭奶酪的 关键皱胃煤 就是皱胃中提取的 这个都比较充分的 放到奶里 不见的 一点一点 对了 有点像 对了 你说太对了 看着这里的状态 它会出现一些微小的颗粒 开始发挥它的凝乳效果 明白 皱胃煤是一种凝乳煤 它可以令牛奶中的烙蛋白 变性凝固 固态的烙蛋白 在适宜的温度 湿度等条件下发酵 增加风味物质 最终历练出奶酪 奶酪需要在这里完成成熟的一个过程 至少要三个月以上 我们看看这个奶酪现在成熟的情况怎么样 质量是不是更好 对 还有口感 对了 奶酪它是呼吸有生命的 你爱惜它就像珍惜你的孩子一样 你天天看它 今天要感冒了 明天要发烧了 你要随时矫正它 要伴随它的成长 你必须只有一颗爱心 奶酪从给你一个回报 伺候了奶酪近四十年的于师傅 把奶酪比作孩子 是源于热爱之情 不断研究奶酪菜肴 也是希望他的孩子们 能多融入中餐的烹饪 我心里想着 这奶酪做完了 于师傅该请我吃奶酪大餐了吧 可这时 他却拿出了一盘凉馒头 不过细看下来 这还真是一道超出了我想象的美食 蛋清打出泡沫 与擦好的奶酪蟹混合 这样能保护奶酪中的营养成分 不会在加热的过程中流失 而奶油的加入 则能激发出奶酪的香气 最后撒上一层白砂糖 在烤箱里 奶酪渗进了馒头的缝隙 幻想着馒头片的香气 而砂糖逐渐形成焦糖色 这样的奇妙搭配 让我这个西餐厨师 觉得特别接地气 您还别说 还真吃不出馒头味来了 吃这个奶酪这个香味 给馒头带来的这个香味 茄盒也叫茄家 是中国老百姓熟悉的一道菜肴 在于师傅手中 奶酪与青红椒替换了传统的肉馅 奶香夹杂着青红椒的些许清甜 这道奶酪茄盒吃起来浓郁顺滑 对好食材的敏感是厨师的本能 于师傅对奶酪的钻研 也让我十分敬佩 接下来是我的老本行 操练起来 其实我做这个特别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炒饭 那这种炒饭呢 其实在西班牙啊 意大利啊 很多地方都会有 其实我们厨师对这个好的食材 我们都不能放过 我也给您做一个菜 西班牙叫海鲜会饭 白葡萄酒与洋葱蘑菇碎 在锅中完成味道如何 同时生腾的酒蒸汽 更可以把翻炒不均匀的蘑菇软化 炒制时加入橄榄油 类似于中国菜肴 最后一勺明油的使用 保证米粒出锅更加精盈剔透 橄榄油这种食材呢 它在160度以上的这个温度下呢 就会把这个营养含量就流失掉 或者就要破坏 所以我们始终让它保持在160度以下 浇上牛膝盖骨汤 目的是再次融合味道 让汤汁浸润每一颗米粒 奶酪必须利用锅中余温进行融化 以保护其中的营养物质 而法香与奶酪蟹的混合是第一口米饭入口时 香味层次分明的关键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这个奶酪融化之后的那个香味 最后再把它们煎成脆片 还可以调节口感 真希望这份炒饭能为于师傅苦心研究的奶酪菜肴增添心意 很线 有没有蘑菇的味道 奶酪的味道融在一起 可以掰一块那个脆片 又增加了一层咀嚼的口感 它那个清脆 就能把那个奶酪的那个味道带得更多 没想到这个奶酪 能从国外传到我们这儿 然后能在安打这个地方生根发芽 这60多年来 这么传承 然后还能把这个东西带到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 这特别棒 你要真的多向您学习 以后有机会我还得找您来 客气 来了 除了把最好的牛奶给安打喝 主人还把最精美的奶酪菜品 端上桌给安打享用 热情好客的安打人 总想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安打 我希望吃过这个奶酪的人 非常喜欢这个奶酪 因为这个奶酪是我家乡安打的奶酪 安打这座城市的名字充满了对远方朋友的热情 安打人时刻恭候着安打们的到来 邵建辉大姐把最好的食材 雷进铁锅 等待好友登门 铁锅里炖煮与争执的 是一片好客的热情 姜德宾 江德宾大哥备好了高粱酒和最肥美的胡鱼 盼望与安打对饮集中 一起分享湖边上舒坦自在的快乐生活 于公顺师傅还在不断摸索 希望用奶酪香留住八方来客 一道道新菜是他对远方朋友诚挚的表达 为了招待朋友 安打人在冰天雪地间寻找食材 既表达了他们对朋友的真情实意 也造就了东北黑土地上的安打好味道